违规在先遭到开单还上网讨拍 南投竹山一名男子最近骑车 因为安全帽没有扣好被拦查 警方还发现他的驾照也被注销了 准备要开单 没想到男子拒签还连连辩解 事后甚至po文要往有评评理 结果反遭一面倒的开酸说 违规在先到底哪里来的勇气讨拍 也引发热议 我就说我没有犯罪 其实离职气壮壮 让着自己没有犯罪抱怨连连 冲掉你可以跟我讲进行劝导规券 我可以马上改 处处质疑指法过当 还反过来指导警方怎么罚才妥当 可以给我远一点吗 不要靠我那么近可以吗 又没有什么钱了 就一直在那边挖人家钱 指控对方靠太近还呛警方缺野 及被拦查的男子罚单 在眼前不签就是不签 不要不要签名 不要不要 尊重男子收下罚单 不过坚决不签名 语气还满事不屑 你们警察不会知道不是万事通 请你有问题去询问警察站 嚣张行径警方看傻眼 20号凌晨蓝头珠山这名骑士 因为安全帽没有扣好 遭警方拦停 一查发现他的驾照也被注销 不要骑士拒签罚单 频频辩解 事后还将过程po网寻求慰藉 反倒遭网友开酸 怎么饶警的是你 安全帽扣坏了还敢骑车出门 违法还恼羞 承怒逃拍 马申不断 安全帽的帽带未扣 驾照夜间注销能骑机车 所以依据这两项交通违规 将其自担举罢 其实安全帽没扣好驾照 注销还上街爬爬走 最高恐怕遭开罚两万四千五百元 只不过违规后po网 不论签不签单 已经在网路上掀起热议 节奏成南投报导